下面一个问题 老法司讲经中说 佛和魔是一不十二 这者为佛 你这为母 请问 世尊诸世时 魔王波寻存在的 因缘为佛 因缘王是代表 谜的这一名 佛是代表 诀的这一名 谜物不同啊 而这个谜物呢 是在六道里面 六道之外啊 只有诀没有谜 谜它才有善悟 才有三善道跟三卧道的出现 那你就晓得 魔是六道轮回里面的 那它怎么变成魔呢 佛报道 行善 修福 佛报道 为什么变成魔呢 烦恼没断 贪嗔痴慢 狠重 他修福 他断我 修善 他修福 他不觉 觉 他就是说于佛这一遍 他不觉 就说于魔来变 魔是这么来着 所以魔有大魏德 有大佛宝 第二个问题 他说魔王波玄对师尊说 末法时期 让他的母子 母孙来破坏佛法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 我想 你只要冷静去 想一想 你就明白了 总不出 嫉妒障碍呀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不寻对佛就看不顺眼 为什么呢 佛的名气太大了 超过他 众生对释迦牟尼佛的恭敬 超过对他 供养也超过对他 他的坦诚之慢 没有坚上化 他不是 清修戒丁会 熄灭坦诚之 他是什么呢 他真的 清修戒丁会 没有断灭坦诚之 所以他的戒丁会 变成佛宝 变成佛德 佛法的 清修戒丁会的目的 是熄灭坦诚之 所以成就的是功德 成就的是智慧 不一样 佛对于魔 对于魔王 他的神通 法力 佛报 没话说 佛不嫉妒 佛弟子也不嫉妒 比什么都清楚 因为佛弟子不要这个东西 他要修苦行 苦行里面 不会增长 贪嗔痴之 佛报里面 会增长 那你们有相当的定会 你控制不住 肯定增长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佛才坚持 他自己一身作则 一身修苦行 他要不做一个示范 后世的弟子 怎么能相信 他是先把样子做出来 给我们看他 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能够体会到 佛为什么这么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